大家好,又到9月6日凌晨时分 和大家做桑普伦整 欢迎大家收看桑普频道 留言、分享、订阅、youtube、patreon 每月订额付费,看我第一个留言 最后美国行有这个 关于subscription的link 希望大家每月订额付费 也希望大家看完这广告、看完这段片 利用Superfans Function赞助支持本人 希望大家多多亦善少少无拘 我们今天继续讲关于美国大选的状况 前几段都讲了很多 就是关于赖清德 关于香港的一些事 大家都当然很关注这个 阿民哲的事 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收看这个星期的 新桑海神州 就会今天中午时分 台北时间 中午时分和大家放映 第一集在我这边 第二集在杰斯频道 希望大家准时收看 今天中午有节目 那现在凌晨 就讲一讲 美国大选的情况 大家知道 美国大选依然是这种牛皮状态 未来一个比较重要的重点 应该就是关于 辩论会 辩论会开不开得成呢 我们都 磨拳拆了很久了 应该开得成 因为根据political的报道 美国副总统哈里斯 卡米拉 卡米拉 或者叫哈里斯同志 他在9月4日 登上空军2号专机的时候 无视随行记者 关于辩论准备情况的提问 但 他即将在 Pittsberg 即是在匹兹堡 展开近一个星期的辩论准备 负责这项工作的幕僚团队 松口表示 这个哈里斯的阵营 愿意接受 特朗普 原先 之前 和拜登 达成的 关闭microphone 的规则 以后退了 所以说对于这些左派 我们坚持立场 他们就会退 OK 哈里斯的团队 他试图说服 美国广播公司 ABC News 在9月10日的辩论会上面 保持两位候适人的microphone 全开 全程开启 现在 知道未能成功 对方不答应 你根本上 在改正一个 pre-agree的 CNN模式的规则 现在 挑战不成功 这项规则是拜登和Trump 当时的竞争团队 几个月前已经同意 一直是agree upon 原用 特朗普和拜登 CNN辩论 拜登输到一拨一拨的辩论 用这个规则 现在 你又要全程开放 所谓何事呢 传开microphone 不是偷听别人的东西 说别人的粗口可以录出来 不是这些东西 而可以即问即答 即刻回应 你知道 说到尾 哈里斯 原先就以为 特朗普很多fake news fake data 你一说fake 我立即回应你 但你如果传开是公平的 那你哈里斯说些fake的东西 是不是特朗普都是全程回应你呢 而归根结底 就是看哪个变财无碍 你觉得哈里斯的变财好些 还是特朗普的变财好些 即不需要用大脑想 用常识都知道 特朗普的变财无碍 反应快 一看到你举个例子 有错 我立即刻砌你 哪个有机会砌对方呢 那当然是特朗普 那你想想 你的传开microphone的规则 对谁有利 其实对特朗普有利 你自己自以为省 谁知是猪头饼 结果呢 那些幕僚叫你 不要再坚持你的规则 你撤销你的规则 就是这样的 OK 那 当时他就 上个星期 是哈里斯的高级通讯顾问 Brian Fallon公开承认他们试图取消microphone的正音努力 即取消mute 希望全程 收音 直播 而且当时这个幕僚暗示 特朗普的团队认为他们的候选人无法独自 表现得罩的总统90分钟 我想这叫 BS来的 完全bullshit来的 即是他怎样可以去侮辱 特朗普可以说 无法独自表现得罩的总统90分钟呢 那么多的造势大会 对拜登的辩论 每一场的造势 每一场的专访 全部都变得很得体 特朗普表示他不介意取消microphone的正音 但是他的团队 特别的高级顾问 Jason Miller 仍然拒绝同意更改规则的 特朗普就说无所谓的 我怎么都会赢的 但是特朗普有个团队的 他的幕僚就觉得 坚持原则很重要 那么你施了这个规则 如果今天这个地方改了 其他地方都可以改 比如要坐在那 读猫子 opening statement 这些是不是都要改呢 全部不改 跟CN的规则 这个Jason Miller 就是特朗普的高级顾问 坚持 这个使得 Harris的辩论准备 陷入混乱 负责准备工作的民主党 资深幕僚 Karen Dunn 邓因 对于特朗普发现时 麦高峰会被静音感到沮丧 不用沮丧 你收屁啦 Brian Velland Harris的高级通讯顾问 在9月4日再次 发信给ABC的高策 接受现有规则 但仍坚持麦高峰静音 将不利于Harris 剥夺他和特朗普交叉结文 即是cross examination的机会 那你就逐个来啦 OK 现在就是很基本嘛 规则怎样都好 定了就定了 你不要乱改 Harris的团队已经进行了一些无意的辩论 就是mood court 有些mood case 由前国务卿 Hillary Clinton 也是这个老而不死的 废材 的长期助手 雷因斯 Philip Reins 扮演Trump 但是呢 最后的集中准备 可能需要全面的调整策略 报道自出 对于Harris来说 这场辩论 至关重要 当然 对Trump也很重要 对Harris也很重要 很多选民对他并不熟悉 而他将面对一位在舞台上 个性施名 咄咄逼人的 前总统 Harris阵营的非正式顾问 梅西纳 Jim Messina 表示 Harris的出色表现 可能对选民判断他 是否适合入主 椭圆形办公室 起决定性的作用 所以 9月6号 再过多 四五日的时间 就看时区 应该大概五日时间 大概 60个小时之后 不是60个小时 120个小时之后 我相信 就会好戏会上演 大家拭目以待 未来的一段时间 就起码大家 专心看这一场 川普 对于Harris的辩论 精彩可期 希望大家收看直播 当然在这个时间 今天问一下 俄罗斯的 独裁者 所谓的总统普京 支持谁 以前那些暗示 现在讲得更清楚 他会支持Harris 我怎样解读这件事呢 我稍后跟大家讲 我先把新闻读给大家听 普京 在9月5号表示 在美国前总统川普 和现任副总统 这个 哈利斯之间 他支持代表 民主党参选的哈利斯 原因是他的笑声 具有 感染力 正所谓 笑声笑声 满载温兴 快乐满心来 是个歌词 是个歌词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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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笑声具有感染力 正所谓笑声救地球也 普京就说 普京就说 我支持他 因为他笑声具有感染力 发生社的报道就说 普京在 9月5号 在远东经济论坛 Eastern Economic Forum 回答问题的时候表示 首先 拜登呼吁他所有他的拥护者 去支持 哈利斯 普京接着 带有嘲访的笑容 对听众说 所以呢 我们都会这样做 拜登叫我跟牌 所以我们都会支持哈利斯的 我们当然支持他 他的笑声 这么具有吸引力 感染力 显示他一个好人水 你说是不是 大家都说是 除非不是 普京也提到 特朗普向俄罗斯 施加了很多制裁 规模如同 先前的总统 如果 哈利斯表现良好的话 也许他会避免这些巨措码 他笑声笑声 他应该想任 会将这些制裁撤销 报道指出 普京通常会以讽刺的口闻 去评论美国的政治社会议题 他去年曾经批评美国的政治制度 是腐烂 所以华府没有资格指点 其他国家什么的民主 刺足习近平的 我怎样理解呢 普京基本上表现出对于 哈利斯的不舍 这条目嘴 这么都选到总统 你是哪一 哪一条毛啊 你凭什么和我平起平坐 同样道理的 习近平都会这么看 金正恩都会这么看 你那些伊朗啊 哈马斯领袖都会这么看 嘩这条目嘴 嘩笑声笑声门在温馨 这条人上台之后 一定美国会衰落 那我真是开心 所以他半真半假 在 普京的眼中 这两个日 哪个当选 都会比现在好 为什么呢 第一 哈利斯 对于俄罗斯 对于湖南战争 等等的所谓的支持 相信他不会比拜登更加 拙劣 是吧 喂 拜登猖狂离开 阿富汗 导致 俄罗斯有野生攻击 乌克兰 然后对于乌克兰来说 拜登的做法是 医院波 又不停战 又不呢 继续有大量的 军队的支援 怕北约卷进去 而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现在 乌克兰本身的实力 根本没有能力 去赢到俄罗斯 今天这样搞法 做了一个人肉的 搞肉机 两年多的时间 2022年2月底 打到今时今日 普京当然是 不开心 但是不开心的话 他会觉得 全世界都针对他 很无谓 哈利斯如果上台的话 他可能在某种意义上 可以停战 甚至他不会加强 对于 普京的这种 所谓的制裁 维持现状 也不会太差 但是 他可能在某种意义上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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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件事 融兵 对于俄罗斯来说 是好事 不是坏事 所以对于特朗普 能够想去做这件事 他将这件事 调转来说 我会认为 普京觉得两个 都会比现在好 尤其特朗普 会比现在更好 这个是俄罗斯的盘算 中国 就会觉得 当然 哈利斯对中国 更有利 傻的嘛 撤销中国关税嘛 是不是 那你说 对于 这个特朗普来说 中国觉得 不敢想象 未敢忘记 不敢想象 当然这件事是 中国的梦业 所以我说 影响很大 不要相信一些人 说美国哪个政党左右派 内政有分歧 外交都是一样的 怎会一样呢 读基本的政治 和国际关系学 第一句话都是 所有国家的外交 都是内政的延伸 第二件事就是 外交政策 从历史上考察 尼克逊 就是跟 甘乃迪不同 卡特 就是跟 列根不同 列根 就是跟 小布殊不同 小布殊 和 这个哈林顿 就是不同 怎会一样呢 是不是 商务说 一定有不同 不要以为 我们台湾要对美国好 不要移美 不要搞移美论 气台论 当然我绝对反对移美论 气台论 但是关键的地方 每个总统当选 他触动到的利益 和 国外交政策 都是不一样 我想普京这个人应该用 这样的方式去理解 OK 接着来 副手 华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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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华 Tim Waltz 这个就是 VP 就是 Karmel Harris Comrade 他的Comrade Tim Waltz 这位名利苏达州的州长 华兹的部分 亲属 竟然公开表态 支持共和党的前总统 川普 Donald Trump 引发 舆论的关注 这件事不单止突显了美国政治的 在这个家庭里面的分裂 也显示了家庭成员的政治立场差异 可能带来复杂的影响 事件源于一张在网络上 广为流传的照片 照片里面 8位自称是华之亲属的人 新村印有 Nebraska 即是内部拉斯加州 华兹家族 支持川普 即是你看那8个家族就写 Waltz for Trump 这个T-shirt 大家合影 这张照片就是由前 Nebraska的共和党州长候选人 Charles Hapster 就是黑布斯特 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 评论配上文字 Tim Waltz 在Nebraska的家人 想 令你知道一些事 就是知道有什么事 你的家人都支持你的对家 黑布斯特 Hapster 的发现人 向 Fox News 证实 照片中的人 确实 跟华兹州长有亲属关系 是透过 这个华兹的 祖父的兄弟 是 Francis Waltz 相关联的 照片中一位不愿巨名的人表示 他们支持川普是因为 他支持我们的价值观 就是川普支持我们这帮家族人的价值观 这个表态突显了美国社会价值观和政治理念上的深刻分歧 更加引人注目的是 Waltz的亲哥哥 Jeff Waltz 亦公开表达 对他弟弟政治立场的不认同 Jeff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我100% 100%反对他的所有意识形态 他的哥哥Jeff更加透露 家人并未事先得知 Waltz被选为 副总统候选人的消息 也未在 之后获得安全的保护 这个势切反映出政治决策 可能对政治人物 家庭成员的生活 产生直接的影响 而川普本人也对这件事作出回应 在他的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暗示 他计划和 Jeff Waltz去会面 那当然是 滑翔角 参沙子丢石头 还不趁你病 找你的哥哥 聊天 谈生 OK 这个表达显示了 共和党可能试图利用家庭的分歧来影响选情 这个合法合理合情 华资州长共有三个兄弟姊姆 除了Jeff之外 还有 Craig Waltz 和Sandy Dietrich Jeff目前居住在Florida Florida州长是Desantis 和其他家人的政治立场似乎有所不同 OK 所以我想就是大家知道 一个家族 那么多兄弟 彼此有不同的意见是正常的 也没有什么可以觉得受恃欲的 我不是觉得Tim Waltz很羞恥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 大家要知道 都是 血缘有关系 So what 他们有不同的支持 而这一点就显示到更多 而我很期待 Trump 能够跟Jeff Waltz 就是说 Tim Waltz的亲哥哥 对话 谈心 揭发Tim Waltz 是多么不齿 但是Jeff 会不会真的谈呢 我是有很大的疑问 OK 就是说到尾 就是 赌自己的弟弟 金手指 那么这个 是不是符合一个 亲情呢 那么 美国没有所谓的什么人伦 那样东西 但是起码这件事 起码你的brother 你会不会对你的brother 那么狠呢 就是你的sibling 那么狠呢 可能这件事 都要有所考虑 我先 不作一个 很大胆的预测 因为这个 我觉得 机会就不是很大 OK 希望大家都明白 那么 当然在 这样的大格局之下 更加要继续密切注意美国大选的相关新闻 因为这些新闻 就会影响到 后来很多的选战 最新的民意调查 其实都是基本上牛皮 我想在 910之前 民意调查很难作准 我都说过了 2020年的时候 拜登赢过Trump 8%的 才赢少少 你起码在民意调查上 要竞赢很多 才是优企 不是算popular vote 是算什么 选举团人 几个摇摆州 你发觉到 有些左派的调查 CNN 委托所谓独立民意调查机构 SSRC RS 针对6个摇摆州 即是威斯康斯 特朗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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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赢了4个 就会赢的 而最关键的地方 就赢了 Pansylvania OK Harris 在威斯康斯 已经左派的调查 在威斯康斯 特朗普 50 比44 赢了特朗普 我觉得这个差异 相当荒谬 我觉得不会这样 而且他取样的数目 不够多 Michigan 48 对43 又是 Harris 赢了特朗普 我是非常怀疑这些数目的 即是威斯康斯 和Michigan 他就说是南州 另外根据左派的调查 特朗普赢了 Arizona 49 比44 所以Arizona 是进了特朗普的领域里面 好了 关键是什么呢 剩下几个州 Nevada 这个小票数点 但有Georgia 也有Pansylvania 其实Georgia和Pansylvania是重点 OK 如果这三个州 根据这个左派的调查 基本上两个都是五差范围 特朗普和Harris的调查 几乎不相上下 其实都是特朗普佔余一点 但基本上在五差范围里面 所以呢 多体无益 没什么大的指标中 投票最实际 民意调查 全部都是有水分的 OK 那么 在上述摇摆州当中 平均有15%可能投票的选民 表示他们尚未确定投票给谁 意味着随着选战和竞选活动的关注度上升 规模可观的部分选民可能改变的看法 尤其 九月辩论 十月惊奇 我们要拭目以待未来的变化 那么 还有一些东西要跟大家讲一讲的 就是 选举之外呢 我们不忘 都要了解到 就是 关于 间谍的问题 最近美国 就是 暴露出更多的东西 加州 又爆了 纽约又爆了 那么我觉得纽约这个例子 相当恶劣 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见到的新闻 那么一位呢 叫做 孙文 不是孙中生的孙文 文是 语字下 下面做过文章的文 叫Lindersund Win Sun 就是学孙文 那么这个 纽约州长 Kathy Hodgill 侯可 的前华裔 副幕僚长 孙文 Lindersund 因为涉嫌非法充当 中国代理人 9月3日 在纽约豪宅家中 和丈夫胡乔 Chris Hu 一起被捕 就是这个Chris Hu 胡乔 和孙文 Lindersund 两夫妻 就说他们是间谍 起诉书中 大幅 列出 孙文 在中国政府 和中共官员的要求之下 长期阻撓 台湾政府代表 和纽约州长的外交往来 包括2019年 时任台湾总统的 蔡英文 出访过境纽约 他当时 就是这个孙文 阻止 当时的州长 就是 Koukumo 就是这个古莫 和蔡英文见面 这份64页的 起诉书自出 孙文 依照中国政府 和中共代表的命令 指示 或者要求 做政治活动 意图影响公众 包括纽约州政府 有关中国政府 和中共的政治 和公众利益 尤其孙文努力阻止 台湾政府代表与 纽约州的高层官员会面 根据起诉书 孙文由 不晚于2016年开始 一直到2022年 多次 在中国驻纽约领事馆的要求之下 防范 这类的外交活动 尽可能减少台湾政府官员 和州长办公室的接触 孙文曾经在 和中国领事馆官员的通讯中吹嘘 非常重视和中国领事馆的关系 他说我设法了资料 驻纽约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 和州府的有关 所有关系 汇绝了他办事处提出的所有请求 这个就是共产党杀斗成兵 渗透到纽约州长的 库幕僚长的位置 之后 听你手怨 你们那群人全部是 华尔街集团深层政府 想和中国做生意 摆一只鬼在那里 你都甘之如意 所以这群人记住 不只是孙文的问题 是全部这些纽约州的州长 什么叫做 Hochu Cumor 全部这些 有问题的州长 其实何止两个呢 他们个个人和中国未来眼去 其实要调查的 是应该要将这些 accomplish 这些共反 这些服事的对象 全部一望成琴 可见 左派的政治势力是多么卑污 我不是说右派 没有这些东西 都有 Montana也很多 对不对 我只是说左派控制的资源 尤其是纽约和加州 比Montana多得多很多 而他们本身那种所谓的 布局 是很令人发指的 所以这件事不可以只是停在孙文胡销身上 引向深入 捉有关的人 但是内耗 现在的FBI是谁管的 是不是 就是深层政府管的 所以期待 Trump再当政 才可以大展权脚 起诉书列出的事例包括 2019年2月 指示一名州长幕僚 拒绝一名台湾市长 和一号政治人物 就是拜登 的 一号席 2019年 就是Trump 的会面请求 那么 这个一号政治人物 其实没有说明是谁 OK 那么 当年7月 驻纽约经文署 副领事 写信给孙文 表达台湾总统 当月将会到访 邀请孙文和一号政治人物 出席宴会 那么孙文随即将这封信 转给中国领事馆的官员 你是 做紐约市长的 副幕僚长 竟然将这封信 转给 中国领事馆官员 同时发简讯 给对方 卖给人家 我已经党下了 基本上是帮人做事 很明显 我已经党下了 我已经党下了 第2天 孙文以州长为职员的 举办活动 唯由拒绝 台湾的申请 的邀请 但记录显示 孙文未将这项邀请 转请州长办公室 即是不 广告给州长办公实志 而他还参加当地亲中社团 举行的抗议 台湾总统到访 的活动 摆明就是帮中国做事 同年8月底 孙文指示州的职员 修改一份 纪念美台退伍军人州长的声明草稿 删除所有提到中华民国的字眼 避免因承认台湾而引起国际事件和 基本上完全 将台湾 中华民国 消除 所以我就说 不是你提中华民国死的字 中国就会觉得 Yes 这就是一个中国原则 No 孙文要删除中华民国死的字 证明就是说 你怎样都没有意思 即今天 无论你是 这个 港独派 OK 或你是欧嘉倫 在中共眼中是一样 我们都是台派中华民国派 在中共眼中都是 乱党 OK 要搞清楚这一点 9月 駐纽约经民署邀请 1号政治人物出席 台湾国庆活动 孙文不顾 周长办公室 多名成员要求 考虑 适当回应 仍指示 不回复信息 不派代表 我想这个1号政治人物就是说 周长 纽约周长 古莫 2020年武汉肺炎期间 台湾政府捐赠 纽约周20万个口罩 駐纽约经民署 两道置函孙文 同时付款 抄送另外两名的周府职员 宣敏安排 2号政治人物和 署长 通电话 孙文向中国请示 他向中国请示 表达周府不会正式表彰台湾 捐赠口罩 但会安排通话 21年到2年 駐纽约经民署 请求安排署长 和新任副州长会面 以及请州长 应可台美人 传唐州 全部都被宣民挡了下来 然后他发电邮建议 纽约州府所有 和代表署往来的 都需要维持在幕僚层级 什么都不能公开做 中国出生的宣民 在美国归化为公民 但他从未效忠美国 他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老鼠屎 是一粒屎 藏了入 纽约州的 库莫 州长的库莫 聊长的职位 即是说共产党用了多少钱 去买通这帮美国人 而这帮美国人 即是 吃人的 咀嚼 跟着孙文 赴要即上 做了州长的 库莫聊长 根本上从未效忠美国 他效忠的中国共产党 2012年 出入纽约州政府 在当时周将 Andre Cuomo股莫的任来历任 亚裔事务投资开发机构的帝国开发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的对外事务 及纽约州金融服务署 18年出任副多元事务长 股莫2021年因为性骚扰的丑闻MeToo下台 由刚刚说的侯可 Horchel 即是Cathy Horchel 接任之后 孙文就被 提拔 出任副莫聊长 副要即上 起诉书 以 一号政治人物 二号政治人物 说他在任职 州府期间的行政首长 对着他的简历 应该是刚刚说的 一号就是说Kumo 然后二号政治人物就是Horchel 就是Kathy Horchel 2019年台湾 总统蔡希文出访 曾经过境纽约 这是事实 我想看到这一点 就知道 共产党 是多么渗透在不同的地方 美国如是 台湾 院士长 军队 立法院 行政院 总统府 是不是都可能 有这些间谍呢 要清除 牌茶公碟 不 雄妙 全世界都如是 反渗透 反分化 加拿大 美国 澳洲 纽西兰 英国 日本 韩国 台湾 欧盟 各国 全部都要小心 我们就说这些事 说到这个冰山的一国 拼了出来 只是所有的冰山一国 而且这个案件还没有引向 刚刚说的古莫 后可 州长 本身 他是不是本身要受惩罚 他是不是共犯 有没有收受利益 有没有受贵 等等的东西 全部都要全面清查 所以这宗案件 不可以等闲时之 那我就问了 这宗案件 特朗普 和哈里斯 知道吗 一定知道 特朗普对这件事 肯定会手起刀落 哈里斯 他以前治下的加州 由市的检察长 或者检察官 一直到州 的检察长 有没有真的对于这些问题 如意处理呢 是不是 外国 代理人注册法 有了很久 美国不止加拿大 加拿大最近才有 有没有处理这些 检控个案呢 有些人说 检察长 山高那么远 山高皇帝远 下面的人不做 他没办法的 No 检察长 和 庭长 法庭的庭长 是完全两件事 OK 我都说过 法庭里面 独立审判 检察机关 每个虽然独立办事 但是 是有所谓的 检控政策的 提醒 是一条边下来的 所有国家 你问德国如是 美国如是 串好口供 或者是 逃亡 或者 消灭证据 的疑惑呢 这就是人家 押他的原因 OK 柯文哲 这样的情况 你维高权重 又怎样 最后会灭到这样的情况 那我们看看 Harris 我就是说 现在整个 深层政府 这班 左派的 团队 极左派 全力 攻 Harris 上台 上位 会不会成功呢 就在于 每个美国人 投了什么票 我就是台湾 没办法投票 也都没资格投票 我只是告诉你 这个选举 我们关心 因为这个选举 我们不是 剥花生 因为你的选举 结果影响到 我的生命 我的生存 那么你说 Harris 都不会影响到 你的生存 Harris 依然对台湾好 那我想 on what basis 你讲这件事 on what basis 是吧 Harris的中国政策 你都搞不清楚 说什么 60日 就要选举了 他战了一个 历史上美国总统 最短的选举工程 但他到现在 连政纲都搞不清楚 希望用这个方式来避过所有debate的困扰 用这种大笑 笑声笑声 患在温馨 来希望 笼络到大家的支持 我们不会那么笨 Trump对台湾 不是放弃 要是要付钱 付钱就保护 commitment contractual commitment 那么清楚的东西 有什么问题呢 还有人喘着明白 张沪图扎傻伯 不可以问我 喂 Trump 这样 怎样保护台湾 我想这个人 不是笨 就是奸 OK That's it 我们下一次 再讲其他议题